不同阶段的基本功应该怎么规划 比如说业余初学者专业阶段 不同阶段的基本功 我建议初学的会相对多一些吧 因为暂时的我们就是信息量太多的话接受不过来 所以说呢 我建议就是说 音阶和空闲相对每一天都多练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右手的这个运功方面 或者说左手的音准把位比较好的情况下 然后再来进行稍微提高一点点的乐曲性 如果说比较专业的话呢 其实每天像我的话也会更多的注重于音阶和空闲的练习练习曲 也会非常多 相对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规划时间的话 大概20分钟都是在练空闲和音阶 就是不同变化的 不同功法的 然后不同节奏的空闲音阶 然后20分钟来练练习曲 最后20分钟再练一下曲子 大概是这样 还是基本功非常重要吧 我觉得 因为比如说在练非常难的这个乐曲之前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练过的东西 分工啊 或者说连工 其实拆开了也就那点东西 所以说就是把基础比较扎实之后 曲子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左手的可能找了一下音音 需要熟悉一下整个患的地方 然后或者说曲子里面处理一下感情 是另外的一个阶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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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